楼头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下发通知 从多个方面对房地产行业展开支持 报道指当局从六个方面提出了16项措施 包括让房企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贷款 最多可以展期一年 同时延长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监管要求的过渡期 为新一轮房贷投放提供空间 并且做好保销楼工作 鼓励银行和业主协商延期公楼 而不影响业主的个人现代记录等 分析师指出 新规定有望对金融机构松绑 进一步的为房地产行业书写